BODO的BODO 是我們的電台 大家好 大家阿曼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師範大學的教授 范士平范老師 范老師你好 侯怡大哥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師範大學大陸研究所 不是我是政治研究所 政治研究所 師範大學剛好什麼 中國研究所大陸研究所 我不是一個東亞市 東亞市裡面也有研究中國 但是我看你好像你寫了很多文章 是跟中國有關 我是師大中國大 我們是中國研究中心 研究研究中心 我是研究中心的主任 師大中國研究中心嗎 對 和民進黨政府都說陸委會 大陸委員會 你以為是中國研究中心 師大是不怕中國就對了 學術自由 對 OK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范老師 是要藉重他的專業 來了解中國的政權結構 我覺得中國是一個 英雄台灣很親很親很親的國家 但是我們對中國的健康結構 其實不太了解 那譬如說中國共產黨在十月份要召開 第十九次的全國代表大會 所以簡稱十九大 對 那這個會有多重要 這會 因為我們知道中共是 中國是以黨領政 以黨領政 以黨就是共產黨領導政治 所以說你看那個 柯文哲現在去上海 他在上海 他遇到的是上海的市長 對 應勇 上海市長不是上海最大的 上海市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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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的書記 現在叫韓正 韓正還是最大的 以前是上海市市長 以前一直都是市委書記 1949年以後都是市委書記 所以我們去看那個中國上海市 所以柯文哲這次去見應勇 看起來好像是對等 其實是不對等 因為他最大的 最大的是市委書記韓正 但是因為我們不了解 我們就覺得好像上海市長 跟台北市長是同等級的 所以他在大學也是一樣 校長不是最大的 校委書記還是最大的 系主任也是 系委書記 這就是以黨領政 每個單位裡面都有書記 每個單位都有書記 所以中國人稱自己老婆叫書記 最大的 驚訝 對 所以我們就回家匯報書記 這意思是說 但是可能外面也有書記 不一定 因為書記有很多 小老婆什麼也算書記 大書記小書記 所以那個最小的書記是到里長 村里都有 村里都有書記 到村書記里書記都有 還有村書記 所以說他這個是從上到下 我們說從黨的角度 各個地方你看連企業也有黨部 企業也有書記 民間企業也有 民間企業怎麼可以 共產黨可以進來 當然 國營事業 他有時候他有 如果是國營事業 他就直接就黨支部 就黨的組織 但如果是像一些像旺旺 蔡衍明去投資 那是像合資 合資 合資我不太可能直接成立這個 共產黨 但是我成立工會 他的工會也是黨的組織 是喔 對啊 所以譬如說我現在舉例而已 旺旺先輩股份有限公司 裡面有工會 黨會嘛 那這個工會就是黨的組織 對 那誰是那個書記 那書記也是黨派的 對 工會裡面有個書記 書記也是上面派下來的 還是監控這個工會 還是監控這個黨 在這個公司裡面的運作 那那個黨要在裡面 要做什麼 當然就是思想考核 你這個各級幹部的拔足 雖然是你公司 可是我這個黨支部 我還是可以 我工會還是有這個建議權 例如說這個人 他的操守不好 或者他的這個黨性不好 他還是可以揭露了 稀喔 民間單位呢 對喔 他在中國沒有民間單位 中國沒有民間單位 他是合資的 合資的 你就合資的也是 他還是要設 即便你是外資 你說什麼美國的企業啊 什麼去那邊投資 他也是要成立工會 我是花旗銀行 也是成立工會 我進到中國成立分行 對 這個分行也有工會 工會也是 中國共產黨派人進來 對 他就說我是 他表面上是說我是維護勞工權益啊 我是幫你照顧勞工的人 因為他有一個最高叫做中國全國總工會 全國總會 那全國總工會這個單位其實在哪裡 是在政治協商會議下面 對 其實他也是黨的組織 政協下面 政協下面 對 因為中國沒有NGO NGO是非政府組織 你所有的組織都是政府組織 好可怕 對啊 你看他什麼婦女會 全國婦女會 軍國婦女會就是管全國婦女的 所以你在中國 你是每個人都被一個黨的支部所控制 你不可能說 我不被這個黨控制 你是公務員當然是被黨控制 你說我是作家可以吧 抱歉 作家要參加中國作家協會 你也是黨的 也是有人 你檢視你也思想了 你說我是藝人 賣藝人要參加全國文藝人 文藝工作者委員會 是從文藝工作 所以說你在中國每一個地方 你都不可能脫入你那個黨的組織 你就是一定 那你說我即便是 我是什麼無業遊民 我住在家裡面 好抱歉 他每個社區還有所謂的社區辦公室 社區辦公室也是黨的組織 是喔 對啊 你在家裡也是 所以說有台商他說 我上前一陣子要選舉的時候 台商他們住在社區裡面 他們叫居民管理委員會 他就來敲門說 你要不要回去投票 到台灣要選舉的時候 對 他就敲你的門說 王先生你是不是要 什麼時候要回去投票 怎麼還不回去投票 對 他知道你啊 他知道你是台灣人啊 喔 所以他的社區管理委員會 也是上去也是黨的組織 嘿嘿嘿 所以說那個黨的組織是非常綿密的 這條條塊還有橫向的 他是希望我們回來投還是不希望我們回來 他希望你回去投 但他也會告訴你希望你投誰 可是我投誰他也不知道 對但是他就是盡了他的義務了 喔 就是說我們這個社區裡面 他這個社區管理委員會 他都知道誰是台灣人 誰是誰是誰是 他說你怎麼不會去投票 還關心你 那多大的公司 他才會派一個黨的幹部來 一般來講大概就是 他有登記的立案 當然太小的就不需要了 五十個人 各體戶有沒有 但是各體戶呢 他還是會參加 他例如他各個地方都有所謂的商會 這個商業 台商協會 台商協會 如果不是台商的話 就是一般的所謂的地方的叫什麼 商業協進會 這種會 這種會也是組織 像他有一個叫全國工商聯 全國工商業聯合會 他各省都有分會 各縣也有分會 各鄉鎮也有分會 各鄉鎮也有分會 如果你說你做行李 你就必須要參加 所以你逃不了那個 黨的控制 黨的控制 因為他各行各業他都有組織 你只要從事這個行業的人 你就有一個黨的系統 他會跟你接觸 他跟你控制什麼 控制你的思想 你的言論 他要登記你的言論思想 他怎麼知道 我又沒有講話 沒有啊 就打聽 例如說你上班 你跟同事講話 他一定有細胞在下面 監控你的言行 對啊 就說人惡啊 這款的 對 差不多 就是我跟人在吃飯的時候 很可能那個人 其實就會去舉報 對 說我有台語思想 什麼之類的 這還是屬於比較看得到的 那更看不到就是 一般我們想像 就是叫做網路警察 例如說像中國 習近平現在上台之後 他比過去 對於在這個網路跟言論的控制 就是更嚴格 所以說他現在也維穩經費 下面就是維穩 維穩就是說維持穩定 下面就是維持穩定 就是說這個網路的監控啊 這個所謂的 一起用微博嘛 我們是用line嘛 一起用微博 他們這些監控呢 他的經費其實是比他的國防 預算經費還高 可見花很多錢 所以他們說維穩也培養 也很重要是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 真的 因為他怕這種 所以說他每年去防止你這個翻牆 翻牆就是說到國外去網站 他有各種的這種防火牆 然後網路的監控 電話的監控 他是非常非常嚴密的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有在中國 因為各地都有所謂台商協會 對 那所以那些台商協會是中國控制的嗎 當然啊 全國台氣聯 你看那個全國台氣聯 就全文台商企業聯合會 全國台商協會 只要選舉的時候 每次改選 像今年也是改選 改選完國台辦主任一定要去的 對 他認為那個單位就是我們共產黨 控制台商的一個組織 所以當會長那個人一定是要中國同意的 當然啊 當然啊 因為投票當然只是一個形式吧 當然他們會先產生出 比較有代表性的人選 然後這些人選 讓中國大概去了解一下 但是這些人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選舉出來當然中國就 可以接受 當然不太可能產生一個就是說 敵對的 或者跟中國敵對的 他也不可能成為候選人 所以像這個 台氣聯等等 所以你看嘛 就是說 這次小英在端午節的時候 要邀請這些台商來吃飯 對 那你看到這些重要的台商團體都不來 那一定是中國北京那邊直接 直接要求他們不要來的嘛 對 那如果你來了 當會去就等命做機會 對啊 一定 哇靠 對啊 那 所以這個 第十九次的全國代表大會 嗯 那它的 重要性是什麼 重要性就是 它每五年 因為我們知道以黨領政 嗯 所以這年 這個它是每五年要改 等於說改選一次 改選一次 改選一次黨代表 黨代表會改選 那上面 中國它是一個精緻塔型的 嗯 這個全國黨 全國的黨代表 成功參加那個黨代表大會 大概是三千多人 嗯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在那個 人民大會堂 大概是做滿滿的 對 那大概三千多人 那從各省 各省一層一層 推舉出來的 嗯 然後也有解放軍 也有代表 那裡面也有台灣省代表 哦 也有台灣代表團 哦 台灣代表團大概就是那種 呃 第三代第四代的台灣人 在第一代可能過去的 嗯 像早期1949年過去的 哦 像他們的子女 嗯 那個也有台灣代表團 那三千多人 在投票產生所謂的 呃 中央委員會委員 嗯 中央委員會委員大概 呃 一百五十幾個 嗯 然後再加上候補委員三十幾個 一百八十幾個 嗯 這叫中央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 你把它想像成是第三層 嗯 第三第三級 那第二級叫做中央政治局委員 嗯 中央政治局委員大概六七十個 嗯 然後再選出中央委員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嗯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中央政治局委員就是七個 七個 七個 然後再選出一個就是總書記 嗯 所以習近平呢 他既是黨代表 也是中央委員會委員 嗯 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 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也是總書記 他一個人 等於說 因為他是等於是由這個 產生的方式金字塔型的 嗯 那最頂端我們常講就是 最高就是總書記嘛 嗯 所以每五年要產生新的總書記 對 也會產生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跟中央政治局委員 嗯 黨代表也會產生 也會改變啊 所以每五年叫換屆 哦 但是呢 基本上呢 就是他現在就是每五年是一屆 但基本上 呃一般會連任 沒有意外 一般都是連任 例如說呃 習近平是18大成為總書記 19大在連任 那20大交班 嗯 對那胡錦濤也是 胡錦濤就等於是 兩屆就做兩屆就做十年 嗯 對這一般 但是呢總書記可以做十年 但是其中的現在比較 大家在看就是說那個政治局常委 嗯 嗯 對 因為中國強調是集體領導 所以這七個人其實 其實照理來講地位應該是平等的 嗯 但是還是以總書記是為大 嗯 那這七個人裡面當然是影響會比較巨大 嗯 因為大家各個派系在爭奪的 也是這七個人 哦 那目前這七個人 目前就因為今年是十九大嘛 十八大就是五年前 2012年的時候十八大 十八大那個時候 這七個人產生的裡面 江澤民系統大概佔四個人 嗯 哦這麼大 江澤民系統佔四個人 那 習近平他只有兩個 嗯 另外一個是 胡錦濤的人 嗯 所以你看這個時候 這個其實 還是江派 現在 所以現在 這七個政治局常委 其實有四個是江澤民 對 張高麗 張德江 嗯 劉雲山 三個是就是江系人嘛 對 江澤民一路提拔的 嗯 那另外一個就是余政生 就是政協委主席 他比較中性 嗯 但是他跟江的關係也不錯 他比較中間派 那另外胡錦濤派的就是李克強 現在總理 那另外兩個就是習近平本身跟王岐山 嗯 王岐山就是目前打貪腐的 嗯 但是這七個人裡面呢 今年會換掉 為什麼中國有一個規定 不成文的規定 叫七上八下 嗯 就是67歲 嗯 你還可以成為 68歲就要下來 嗯 那這七個裡面 有三個一定要 有四個一定要下來了 余政生 劉雲山 張高麗 張德江 這四個一定要下來 那顯然江派全部下來 江派全部下來 那胡派還有一個 就李克強 然後習近平剩一個 因為王岐山也要下來 他也是68 對 可是現在就很多傳言說 習近平希望保住劉雲山 嗯 就讓他不要下來 王岐山 對王岐山 為什麼 因為王岐山是習近平打貪腐的 最重要的大將 對 可是他如果下去之後 他怕這個 反彈的力量會起來 哦 因為習近平上來之後 他打貪腐主要的對象 就是針對江澤民 嗯 對江澤民的人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說 習近平其實現在 在整個中央 他是有點站不住正腳 因為他的政治局常委裡面 七個裡面 至少有三個是 江派的鐵哥們 對 對 所以他們一直很堵攔 很不爽 很不爽 這個習近平 為什麼 因為他把這個 大家都知道嗎 怎麼怎麼那個 薄熙來啊 對 這個或者我們知道呢 那個周永康啊 對 這個 還有那個郭國雄 郭國雄 徐才厚啊 另計畫 整個都抓了嘛 這幾個都是跟江澤民有關的 對 很密切的 對 所以你等於是 你打貪腐是打江派 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師範大學的 范世平 范教授 那我們來關心中國要召開的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 那它的重要性是什麼 我們應該怎麼樣的觀察點 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歡迎繼續收聽 播度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師範大學范世平教授 那麼來談 中國的權力結構的問題 那他如果說到說 其實他們的黨代表全國就三千多位 那麼接下來就選出中央委員 180位 然後在政治局委員 大概六七十位 對 然後再來是政治局常委員 政治局常委有七位 對 所以如果我在政治局常委 那真的是很大很大很大 很大 所以我們都說這個 政治局常委是這樣 就是說 在胡錦濤時期 他基本上他很多是 他是 因為他們等於是集體領導 所以其實胡錦濤是 他是中國第一任領導人裡面最弱勢的 胡錦濤最弱勢 因為他 他這個人個性上 比較溫 比較溫 對 他比較不跟人家爭 所以你看就是說 其實 在胡錦濤時期 他是上任十年 他這十年裡面 他軍權是沒抓到的 整個軍權是被江澤民所掌控 就是我們剛剛講過的 郭伯雄 徐才厚 他們掌控 是 那我如果在中國當黨代表也算很大嗎 黨代表當然就是說 你這個 在全國黨代表當然就表示 你能夠去到那個 人民大會堂裡面 那個當然就是表示你有一定的身份 一般來講就是說 我們可以這樣看 我們這樣看是黨對不對 那你看如果說 因為他通常會搭配他在政府裡面的職位 對 那如果你是成為政治局常委 當然你就是 國家主席 然後要不然就是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那個所謂政協主席 或者是全國人大委員長 這三個一定 一定是當然的這個政治局常委 對 所以你看中國很有趣 就是說 像他的這個國家副主席 現在副主席叫李源潮 李源潮叫起來 我們應該覺得是副總統 李源潮不是政治局常委 他只是政治 政治局委員 他只是在那個第二層而已 對 那你看很有趣像張高麗 對 張高麗是這個國務院副 那個那個 國務院的這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我們叫做那個 副總理 副總理 可是他是政治局常委 很有趣 所以你看現在的七個裡面 一定 當然一定是 一定是這個政治局常委的 就是這些主席 人大委員長 對 還有就是國務院總理 這代還有就是國家主席 這四個是鐵定的 另外三個就比較不一定 OK 那我看到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政治局常委委員裡面 有一個叫做王岐山 王岐山負責打攤 對 可是我看這個跑到美國 一直爆料的郭文貴 對 這個商人 他說王岐山 他打攤 打個什麼 我哥啊 他太太 他的小姨子 什麼 他的乾 他的乾女兒 全部都有美國籍 對 他還真的出示那個 那個社會安全號碼 對 然後再來是他又這個貪污 他那麼多錢 再來呢他又跟這個 范冰冰睡覺 這是真的假的 對這個東西啊 就是說郭文貴這一爆料 這個造 其實震撼國際 其實我們台灣比較不知道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他在中國 其實他 他當初他的這個富有程度 你要去講大概就跟 但前幾年了 大概跟馬雲那種差不多 蛤 對 馬雲 非常富有的 那是幾千億人民幣 對 所以他是炒房地產的 黃岐山啊 我說的是那個郭文貴 對 但是現在不一樣 因為過了幾年之後 那個馬雲的身價又提高很多 但是我必須要講 我這個題目的話就是說 馬雲絕對 馬雲的阿里巴巴 絕對不是什麼民營公司 不是民營的 那就是黨政軍在裡面的 這個我必須要等一下再拉回來講 那郭文貴的意思 郭文貴呢 郭文貴其實很多人認為他是江澤民系統的 那他多有趣嗎 他還說他是 習近平還請派他去跟達雅喇嘛會面 還有照片 真的他跟達雅喇嘛見面 所以表示就是說 中國這個政權 你可以說他有多地方是做一套說一套 表面上說達雅喇嘛 他還是私下跟他接觸 對 那郭文貴這次在美國為什麼爆料 因為他 他認為他的公司是被王岐山給這個 王岐山給這個摧毀了 他的企業 等於說王岐山說他貪污 所以他就逃到美國去 他沒問題他的老婆小孩都被這個 這個王岐山給抓起來了 所以他在美國就是一直放話 那當然結果他的老婆 跟小孩是被遣送到美國去了 表示他放話有用 對不對 沒有用人家不用理他嘛 可是他真的有用啊 而且真的有打到要害 拜託他再講少一點 對 而且你看王岐山已經 從他爆料之後已經兩三個禮拜沒出現了 所以現在他意思是說王岐山你叫做 他們叫做以貪子貪 你是用貪污的方法好像來打貪 事實上你是更大的貪污 然後說他跟什麼海南航空的關係 然後說他跟什麼范冰冰什麼很多美 什麼女性 其實這在中國一點都不會覺得奇怪 你看那個之前那個幾個被打掉的幾個大老虎 還不是都是跟這些女性有關係 周永康 對啊 周永康 周永康 中央電視台根本是他家開的啊 對啊 這個跟什麼女主播啊 什麼 女主播 但我們也很喜歡愛上女主播 不過只有他有這種權利 那他這樣幾個女主播跟他有關 甚至他中央電視台是他 隨便要進去就進去啊 所以你說這個東西跟那好 那現在就變成說 如果真的啊 這個沒有問題的話 王岐山沒有問題 為什麼不出來這個澄清 而是王岐山躲起來了 所以最近中國有很多這些 像還有一個 除了王岐山還有就是吳小輝 吳小輝是誰 吳小輝就是鄧小平的外孫女婿 孫女婿啦 那是外孫女婿 那吳小輝其實就是大家之前所說 叫安邦集團 安邦集團 是很大的一個受險集團 這個集團之前就是跟那個 川普的女婿 庫旭娜 本來有關係的 本來他要去買那個 這個川普的那個飯店 後來沒有買 那他最近也被抓了 那他也是跟王岐山對立的 所以說吳小輝也好 郭文貴 他們其實都是在批評王岐山 那批評王岐山的背後 其實批評習近平 因為王岐山是習近平的左右手 那現在很多人就是說 習近平一直想要把王岐山留住 可是現在看得出來就是江派人馬 一直在反撲 而且拿郭文貴在海外的爆料來批評他 所以王岐山保不保得住呢 習近平會是跟王岐山切割呢 還是保他 這就很值得萬位了 搞不好到時候 習近平是跟王岐山切割 所以他就不可能再上去 因為你要七上八下 我們講但這是一個潜規則 但他不是什麼法律 可是中國本來就不是什麼法治國家 可是這就好像一個幫派一樣 大家有一個規定 你要破壞幫規 你要拿什麼來換 那你今天你說好 你要王岐山下來 那張高麗張哲江說 我身體也很好 我也可以繼續做 那你要不要讓他繼續做 因為今天就變成說 你把這個幫規給 把這個幫規給壞了 那很簡單 江澤民系統就說 那你要拿什麼來 跟我們來交換 你不來交換 我們就死不答應 我就跟你賦予頑抗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你就看嘛 習近平很多都說 習近平的權力很大 其實看中國問題 當然反過來看 就說他今天說我權力很大 他需要你們叫我習核心嗎 對不對 我如果是核心 我還要你 你告訴我是叫我習核心 習核心 就表示他權力不夠大 就是說人家夠尊敬你 你就不需要 不需要叫人家說要跟我鞠躬 對啊 就不需要 就表示說 那你看如果他今天權力夠大 他就叫王岐山說 你就坐著 我就是力挺到底 他何必需要去 他為了要讓王岐山理論 他費了很多功夫 因為他搞了一個叫做全國監察委員會 他把它弄得很高 好像跟那個人大政協是同等級的 想把王岐山弄上去 結果還是沒辦法 就是表示說 他做了很多制度的安排 想要就是 看可不可以給王岐山一個理由 就王岐山留任 你們其他都退光光 他就用了一個什麼全國監察委員會 結果呢 王岐山坐上去了 可是呢 並沒有辦法因此服眾 那習近平有辦法再延一任嗎 兩任嘛對不對 對 任滿他聽說有想要再多一任五年 外界都有很多這種說法啦 就是說他想要外界再聯任 你知道跟普丁一樣 可是我會覺得說 中國這個政 這就像這個 我常常講他就是一個幫派 那你一個幫派他有個幫規嘛 那你今天你說你要再聯任 那你要告訴大家為什麼 例如說 每個人都做兩任 你說我天中移民 那你要證明你天中移民 可是你習近平上來之後 你有天中移民嗎 你周邊國家沒有國家搞定 你北韓 北韓關係也不好 南韓你設了薩德 你跟南韓關係也不好 你跟日本關係也不好 你跟台灣關係 跟印度也不好 跟越南也不好 對呀 越南不好 對不對 除了跟菲律賓可能最近好一點之外 所以你搞了什麼 然後中國的經濟一直在下滑 現在連保七保六 六點五都保不到 所以經濟也不好 對外外交這個周邊國家都不安寧 然後你說搞什麼一帶一路 亞投行 問你現在看到什麼成果 沒看到成果 大家都認為那是一個空殼子 你知道 所以然後你內政 然後社會的問題 越來越矛盾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對 因為你當你經濟下滑的時候 其實中國 因為中國這個是這樣 就是說那時候江澤民 講到一句話叫悶聲發大財 什麼悶聲發大財 點點就好了 對啦 有錢探就好了 所以那個時候 中國共產黨 他過去 他的執政的合法性在哪裡 就是說 毛澤東時代是革命 讓中國人站起來 所以他有執政的合法性 等到文革結束之後 你的合法性存在什麼 就賺錢 大家一起賺錢 我共產黨變成是一個大的 一個最大的公司 對 大家拼命撈 大家能撈就撈 大家一起賺錢 果然是讓很多人富起來了 可是當你現在不賺錢怎麼辦 那你共產黨 你存在價值何在 所以習近平只能講一個 叫中國夢 OK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師範大學的 范士平教授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請教他 來我們先休息 進文告 好歡迎繼續收聽 波動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國立師範大學的 范士平教授 那范老師剛剛有講說 其實馬雲的阿里巴巴 也不是一家民營企業 對 那它是什麼 其實在中國 你沒有什麼是 純民營的企業 所有的企業 我們剛剛講過 都不可能是民營的 請問一下 全中國為什麼 就讓一家阿里巴巴 可以壟斷全部的電商 對不對 中國13億人口這麼大 為什麼就只有一個阿里巴巴 可以完全什麼搞什麼 什麼獨生節 光棍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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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四個一 就只有你可以搞光棍節 別人不能搞光棍節 對 所以它這個 它這個東西 那你也可以看看阿里巴巴 它這個馬雲集團裡面 其實都是很多是 紅二代 紅二代在那邊擦股的 所以我們知道就是說 在中國 所謂的紅二代 或者我們說光二代 就是它的父親 是開國元勳 或它的父親是高階的 官員的後代 因為它們掌握了非常非常多的 這些所謂的資源 例如說像李鵬 李鵬的女兒 我們叫他們叫電力一姐 就李鵬家族掌握就是發電 發電 我們先看台電是獨佔事業 所以它就是 他們那個錢是很可怕的 就幾億幾十億 所以他們覺得 你們台灣這個什麼 什麼貪腐那個錢都太 太小顆了 他們那真的是幾十億幾百 看來會笑笑話的 真的很可怕 因為它那個太可怕 所以那個真的是會動搖國本 所以你看那個習近平他 所以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像阿里巴巴這個 所以很多人講說 馬雲其實要很小心 因為當你今天已經成為一個 中國一個象徵的時候 你的政治 你的地位就非常非常重要 你的方向就很重要 因為他今天要搞你太容易了 你一夕之間你就什麼都沒有了 就半君如半活 對 就是說你會不會成為下一個郭文貴 所以為什麼中國這些有錢人 都把資產一直往外移 因為他們其實對這個政權也是 沒有信心的 就像吳小輝 他以前是鄧小平的外孫女婿 等於是也算是紅二代官二代 可是一夕之間就沒有了 對 所以在中國來講 你經商你的這個政治的風險 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大 誰都想移民 財政要刷出來 對啊 所以說我常講就是說 中國人很多東西反面來看 他如果真的那麼愛國 他為什麼不把資產放在中國 對啊 小孩子 所以他們有一個叫裸官 什麼叫裸官 這小孩女兒全部都在國外 一個人在中國當官 對 然後如果他出事的話 至少小孩女兒保得住 嗯 就是這樣 我覺得像我去洛杉磯啊 那洛杉磯其實很多 房子是租給中國的孕婦 對 那個環境 我想實在是不好 嗯 就是說大家擠在那邊 就是為了去生一個美國的小孩 對 生完之後他們再回去中國 對 他們有就有一個小孩是美國級了 對 那他們要幹嘛呢 他們就是買一個保險 對 哪一天中國出事了趕快溜 對 那我說中國那麼強 你一直要統一台灣 要我們去當中國人 可是你一直想想溜 你的中共 你的中國哪那麼好 你會幹嘛要溜啊 對啊 嗯 那個我們都知道那個 其實我們剛剛講 你剛剛講那個就是擔心那個 那個生小孩住很不好的地方 那種大概是屬於 窮的 窮的中產階級 例如說像什麼大學教授 真正那種官二代 黃二代 他們都是直接買別墅的 對 在那邊帶產 在那邊帶產 所以他們還是有不同的成績 我覺得很有意思 這個 我們都知道一個叫羅元的 常常罵台灣 要打台灣 哨將羅元 會被人發現啊 太子裸官啊 他小孩跟老婆都在美國 都買房子 都有美國籍 然後問他說 你不是每天說要與祖國共患難 你怎麼小孩女孩在美國都在美國 他說你不曉得啊 我這個用心良苦啊 我把我的小孩女兒放在美國 是要準備顛覆美國 他是在那邊 他是在那邊 在那邊伏兵啊 他是潛伏在那邊 等到哪一天祖國的號角一響 他就會在美國揭竿而起了 把五星紅旗伸起來 我說你還是要來臭丸 但是呢 你就看中國這種 他喊著這種喊打喊殺 每天 所以我覺得 其實中國這個社會 是一個很不健康的社會 就是說 在經過大邀進人民公社 或者文革之後 他整個社會 其實就是一個 互相不信賴的社會 這個不信賴 我們常常講說 大陸人說台灣最美好的風景是 他要來台灣人家幫忙他 他會覺得你是不是要害我 他的第一反應是 你是不是要害我 你是有什麼目的 這種防衛心思 每個人都有的 而且沒有人彼此之間互不信賴 大家講的話都是假話 所以你看中國各種 大家都講假話 對啊 沒有人敢講真話 講真話 你第二天就不見了 像之前什麼北大一個教授 我不是講了真話 就網路什麼 各種的節目都沒有了 那如果大家都講話 不能講真話 那你想看 他們這種宣示 或這種宣傳 你都不要從反面去思考 你不能從正面去思考 對 他所有的這個 這個電視或宣傳 你都要從 你要從另外一個層面去思考 你有覺得他們很敢講嗎 就是 所以你看嘛 就是說習近平去參加集團體 可是他國內是什麼事情 大水災 湖南江西特大水災 對 所有新聞封鎖 沒有人知道 好像沒有發生一樣 沒有人發生 我常常覺得 我這兩天在 我本來要寫 他還沒寫 最近那個 就是他不是 中國說要安排台灣的什麼里長 去什麼 中華台北 什麼里長 對 我最近在想 這些受災的難民 如果看到中央電視台節目上播了說 安排這些里長在那邊吃香喝辣 他去面做何感想 他們是受災戶 所以你就看這個社會就是說 他可以把這些大的這些洪災 死了這麼多人 他完全覆蓋住 死多少人 現在不知道 因為新聞全部 只有一些短暫的 他們錄的錄影 然後有透過傳出來 可是沒有辦法 官方沒有統計 所以 中國有句話叫做 春片香香片縣 一路騙到國務院 對 就一直騙 春片香香片縣 數字沒有改 那為什麼 因為地方政府也不願意 讓那個數字擴大 表示你這個 防災不利 蓋起來 那習近平也樂意蓋起來啊 因為我要出國訪問啊 下看如果今天是 蔡英文出訪 台灣發生這麼大的災情 你還出得去嗎 他不敢去 他不敢去的去回不來啊 但是習近平不在意啊 而且他希望你蓋啊 歌舞升平 歌舞升平啊 所以這個社會是一個 大家都在欺騙的社會 只是說 然後我舉例來講 他現在 那誰是最大騙子 當然就是中國共產黨 就像你看他講 一帶一路 對 講了半天 我常就問 我自己在研究 我講到底什麼是一帶路 講了三四年 他還是一句話 就是 什麼海上絲綢之路 什麼路上絲綢之路 就講 就這樣一句話 就是什麼 張謙初始西域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這還要你講嗎 我也可以講啊 大筆一揮就一帶一路了 那到底有什麼東西 其實沒有空的 可是 他就是 先把這個大餅畫起來 對 然後再去填肉 反正什麼都跟他 有關係 所以你看他 今年這個開了一帶一路峰會 搞得很深 他在北京開的 這個 五月份的時候開 他找了北韓去 對 北韓跟一帶一路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的一帶一路也沒有經過北韓 一路也沒有 但是他這個 根本就是一個政治操作 可是 只要有總理總統來 對 他就有面子 可是他很會買空賣空 共產黨這個政權是一個很會買空賣空 就是說 我忽然是一個空架子 可是我會讓你 我用各種宣傳媒體 讓你覺得 你好像有商機可循 對 然後所以他就 然後 然後錢就進來 就會有人進來 就達到他的目的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買空賣空 連共產黨都要買空賣空 也高層 然後習近平就搞了一個 搞了二三十個國家的領導人來 覺得那邊花多少錢 住宿 機票 招待 禮物 禮物 然後搞了兩天 搞了三天 什麼東西都沒有 也沒有什麼具體的東西 只搞了一個晚會 搞很盛大 那習近平就是在營造什麼呢 漢唐盛世 你們萬邦來朝 我就可以宣傳 我就可以宣傳 我用這個又可以來鞏固我內部的權利 他跟江派看 你看 我這個一帶一路 這麼多國家 你說我是假的 可是為什麼這麼多國家來 參加呢 對不對 就假的跟真的 其實那個時候是一個辯證的關係 就假 以假可以亂真 本來是假的 可是有那麼多元首來 好像變成真的 然後真的再去 就真的是詐騙 就是一種詐騙型 你還記不記得以前有一部很有名的影片叫 假如我是真的 對 那真的是好看 對啊 那因為中國它經濟體很大 然後人口又多 所以他要去講這種去呼嚨 或者是編這種藍圖 是有國家會相信 特別第三世紀會 了解 好我們現在訪問的是師範大學的 范世平教授 等一下繼續請教 來先休息進廣告 好歡迎繼續收聽 報道全世界 我是鄭鴻儀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師範大學范世平老師 那麼劉曉波你看中國會怎麼處理 應該是撐不久了 撐不久了 對我看情況很不樂觀 但是劉曉波這件事情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 就是說 其實按照中國過去 對於這種異議人士 他通常都是讓你出去治病 對啊 讓你去流亡 對一方面你會影響 你在台灣 你在中國沒有影響力 第二方面他也某種程度 表示他某種的人道 那這次為什麼不讓他去 這個我覺得有點奇怪 我覺得劉曉波為什麼會不會是叫被得肝癌 你看那個就是說 他要屍體被國外拿走 對 那就會被研究出是中國用弄他的 對對對 你看你看之前那個北韓 那個美國有一個大學生 不是被那個北韓抓起來 對 他進去的時候身體好好的 後來整個人癱瘓 沒多久就死了 對到美國就死了 那你看這個前陣子 中國很多那個圍權律師 他們被抓到監獄裡面去 他們後來出來 他們都說他們在裡面有被吃什麼藥 那吃的就是身體很虛弱 然後腦筋就是混沌 所以我不曉得劉曉波是不是有可能 也是被 被肝癌 被肝癌 對就是他可能沒有肝癌 可是你看那個俄羅斯 也有出過這種事情 就是之前批評普丁的人 他們逃到法國去 對然後後來死掉 也是癌症死掉 為什麼呢 俄羅斯特工就把那些那種 輻射的布放在他的家裡面 他完全不知道 無色無味 那是高輻射 然後久了你就 你就那個 對就像這次那個金正男 一樣他就是被殺掉 在機場在馬拉西亞車上 很多人是說那個可能是一種 高輻射的東西 直接下去就那個了 所以我覺得會不會是 就是因為劉曉波對中國來講 他為什麼不能讓他活下來 我覺得其他的政治 你看最近那個連薄熙來都 薄熙來也肝癌 對 奇怪大家都肝癌 對 是不是在監獄裡面酒特別多 他好像有保外就業 他保外就業 對啊 那劉曉波他以前沒有肝任何的問題 忽然得了肝癌 而且一發現是末期 那你這個中間過程當中 他的從發展到 為什麼都沒有任何的這個 因為我們看那個後來這個 中共的那個監獄裡面 也有放影片說 他有檢查 有什麼運動 那表示你有在監測他的身體 那為什麼把他搞死 這麼快把他搞死 我覺得他他對習近平來講 對中國中共政權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因為現在中國沒有人敢反對習近平 沒有人敢反對中共 大原因是他沒有一個領導者 沒有一個人物 就像台灣台灣能夠民主化是因為 後來有黨外 然後黨外裡面又有很多的領導者 例如說黃信介或者是 他是有代表性的 他有所謂的這個Christmas 就個人魅力 因為你要有個魅力來成為一個領導者 對 在中國裡面誰有這種魅力 其實就只有劉曉波 因為他得過諾貝爾和平獎 他是國際認證的 對然後他是從八九民運就參與的 所以他在中國來講 如果他真的出來登高一呼 他是也會有政治影響力的 即便他這個平民 把你搞掉以免後患 對我只要在微博上我一呼 可能不只擺印 就是 就對他的政權造成威脅了 對而且這種威脅是 會掀起千層浪的 就一波掀起千層浪 所以說因為他會產生輻射效果 特別是當中國他越壓抑 越這個領控言論 越這個控制的時候 這種人一出來 他那個效果就是 如排山倒海般 就是原子彈了 所以他一定要把劉曉波給弄掉 對這個就是跟 這個跟一般的像我們說什麼 維權律師 如果他連維權律師都是給予打壓 那維權律師他通常只有一小部分的知名度 某個地方的知名度 對 可是劉曉波是全世界性的知名度 那換句話說 在中國 越大條的人物 對他的政權有威脅 你的生命就更危險了 對 所以說 特別是他是 因為他推動那個林拔憲章 對 那所以他等於是挑戰政權 你現在不要講什麼 就是說 對中國來講 你只要是那種 例如說他們有微信 你只要是什麼微信的 他們 因為他們等於有很多人是透過這種微信 下面有幾千個人 對 那他本來是一個微信的一個言論 Leader 言論者 他們這種言論都常常會 輿論領袖 輿論領袖 會被控制的 因為他怕你講話 所以他們這種微信 就像常常是會被切斷的 就當你大到一定程度 他發覺你已經有輿論影響力了 所以他們就會 所以習近平上來之後 非常重視這種網路的輿論 有點像聚會的那種 對 對 他很怕這種橫向聯繫 是 法輪功其實對中國來講 他最大問題不是那個練功 而是他的組織 對 你的組織已經比共產黨還隱秘的時候 他沒辦法接受 那如果劉曉波是這樣 你怎麼看李明哲的命運 李明哲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來講 就是說對 因為他已經就是說 他的家屬已經把他變成是一個國際事件 那我們看到現在歐洲 還有美國 美國都表達對他的這個關心 那我會覺得說這件事情 他的家屬把他 他們叫我們常常叫高調舊夫 就是李姓瑜是高調舊夫 高調舊夫我覺得有好有壞 好處就是說李明哲可以獲得比較好的待遇 他也不敢弄他 對就是說你今天你 因為我們都知道中國的監獄其實是非常惡劣的 就是說你如果你進去之後 你可能你會被被自殺 你本來沒有自殺你會被迫自殺 他給你吃什麼藥你不知道 等到你死了之後 你可能收到的只是一個死亡通知書 因為可能連屍體都被已經都焚化了 所以用這個方式去讓 透過高調的方式某種程度是讓 我覺得是讓李明哲至少 因為這個東西 因為他已經變成國際事件了 我相信習近平也知道這件事情 就不可能讓李明哲發生意外 他會受到比較好的待遇 但是他會不會獲釋 這個就比較難說了 因為你如果他現在還在節骨眼上 如果習近平放了他 那不是表示他低頭了嗎 對啊 那現在在十九大之前 習近平只能硬不能軟 習近平這個人是這樣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他本身是不是一個很強硬的人 我覺得我認識幾個日本的記者 他們是在習近平在福建的時候採訪過他 他們一直認為習近平不是一個強硬的人 習近平其實他第一個工作是 他從清華大學畢業 第一個工作是當中央軍委辦公室主任耿標的秘書 那個是因為他爸爸是習仲勳安排 等於說去學習跟軍隊 後來他第一個工作是河北省鎮定縣的書記 後來他就到了廈門市當了副市長 他在福建工作十多年 其實按照中國的常理 想要升官的人不會到福建 因為邊垂 邊垂嘛 但是福建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為什麼呢 天高皇帝園 而且福建那時候是港開開放的四個經濟特區之一 廈門 五光十色啊 就是你可以看出習近平這個人 所以他今天如果是一個想要做官的人 他應該不會去福建 在福建幹了十多年 所以這個人其實一般過去跟他接觸的人 都覺得這個人其實不是強硬的 但是他為什麼要強硬 是他拿強硬當做他一個工具 就是我要用這個強硬去威懾我的政敵 威懾的政敵 可是當他 可是這時候就很麻煩 就是說你要拿強硬當威懾政敵 那你下面的人就會逼得你更強硬 所以你就說被人下不了台 我舉例子就像說 好像一個飆車手 本來這個飆車集團有個老大 習近平今天說 我要當老大 我要怎麼當老大 我比你飆的更快 那本來的老大就好像讓你做 他說你當老大很棒 我花錢幫你改車子 飆的更快 我幫你啊 因為你要當老大 就被人家撞死了 原本老大又變老大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習近平 他其實是不是這麼想飆快車不定 他只是要讓 對 講當老大 可是呢 你有時候你就被人欺虎難下 對 他走太極端了 太極端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其實現在他的狀況 我們表面上看起來很穩定很強硬 是這樣嗎 其實很多問號 這范士平老師講的真精彩啊 這個以後要常常找他來 好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國立師範大學的范士平教授 談的其實是這個中國的政權 不過未來的兩岸關係 還是非常多的事情可以來觀察 那再麻煩范老師 好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